炎热与多雨的夏季是并没闻大量资深的季节 玉与正清洁队也将开始并没闻房制作业 玉与正名代表严玉坤质询时提出建议表示 希望将敲读作业改至夜间执行 因为不仅能够让施工者避免在太阳底下工作 更因为夜间市场店家没有营业 工作效率将会提高 炎热与多雨的夏季是并没闻大量资深的季节 无愿来临之际玉与正清洁队也将开始 并没闻房制的作业了 玉与正名代表严玉坤质询时提出建议表示 希望将消毒作业改到夜间执行 那如果说我们利用夜间除了可以闪掉比较 这个这个严的天气之外 那如果夜间噴打之后 第二天他们要做生意前 他们能够把这些 考出来的这些温宠的一些 把它做个清掃 让整个环境看起来就 比较不会那么的心跟脏乱 玉与正清洁队长说 目前会遇到人力问题 由于是做人力 除了工所清洁队人员之外 还有社会服务工作者 必须还要跨局处来讨论 不过是乐观其成 那其实这个部分当然应该 应该是可以向他们申请看看 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那白天比较炎热 那或许他们一辅老入医的一个人 他们的同事会比较喜欢在夜间来试做 叶宇昆强调 会提出夜间出座 主要原因是 因为不仅能够让施工者 避免太阳下工作 更因为夜间市场店家无经营 工作效率将会提高 记者高雄上预见采访报道